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还是要跟大家继续讲 《生存与命运》或者我手上这个版本 《风与人生》这本书的命运 还有它的作者 瓦西里·格罗斯曼的命运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来谈这个人 跟他的书的命运呢 那是因为本身这个故事就很曲折很离奇 二来呢就是 这个曲折离奇的故事 又反映出了一个时代历史中的 一些很让人唏嘘的情节 你比如说这本书 它为什么在苏联会不受重视 或者要被禁掉 就是个问题 更大的问题就在于 通常在苏联被当成禁书的书呢 在西方呢都是很受欢迎的 都是很热捧的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 这本书在西方出版的时候 已经冷战要结束了 那冷战一结束 以前苏联的禁书就没人看了 而苏联解体之后 它以前的禁书呢 今天的俄罗斯人呢 也不大愿意去看了 因此这本书在这个意义上讲 就大家就觉得它已经过时了 指的不是它的文学价值 而是政治上的价值 那第二呢就是格罗斯曼这个人 你看 他原来是一个很忠诚的共产党员 他写的东西被认为是 苏联当时体制内最优秀的作品 那怎么一下子 好像被人打入十八班地狱 十八城地狱一般呢 这理由就在于 他在二战之后 他以一个英雄般的身份 回到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之内 不用再当随军记者了 有过这么英勇的生涯 这时候就可以开始 好好地重新写自己的小说 那么但是他在战场上面的经历 使得他开始意识到一个 以前从来没想过的问题 什么问题 他的身份问题 1905年的时候呢 瓦西里·戈洛斯曼 出生于今天乌克兰的别尔基切夫 别尔基切夫曾经是当时欧洲最大的一个犹太人社群 没错 他就是个犹太人 那么他身在一个犹太人家庭 只不过这个犹太人家庭 是个所谓世俗化的犹太人 这个讲法意思就是说 他们不再是那种 还要信犹太教很保守的传统的犹太人 而是一些已经非常西化 很融入当代社会 或者所在地社会的这样的一些犹太人 家里面有给他不错的教育 不错的背景 所以他从来没觉得 我是什么犹太人 他觉得我就是个俄罗斯人 我是个苏联人 就这么想 这么长大 那么直到他在二战的时候 随着红军 抵抗德军 然后慢慢地反击 这个时候他到了波兰 他看到了一个 让他终身难忘的事情 那就是特雷布林卡 特雷布林卡是什么 是当时波兰的一个 很有名的集中营 我之前跟大家讲 灭顶与生还的时候 之前讲过集中营 其实这次要跟大家提一提 更准确的讲法 这种不叫集中营 它叫灭绝营 集中营灭绝营 其实在纳粹自己的分类 是有点分别的 分别在哪里呢 就是集中营 可以囚禁一般的囚犯 政治犯 而灭绝营是专门 针对一些的特殊人口 比如说犹太人 跟吉普赛 要把他们干掉为止的 那么特雷布林卡 就是这么一个灭绝营 他死的人 估计大概是 从87万到百万以上 而格洛斯曼 他大概是世界上 第一个亲眼 在外面的人 看到这么一个灭绝营 跟集中营的人 那么他关于这个灭绝营的记录 也成为第一份 以文字记录的 关于这个灭绝营 实况的一个笔记 在后来的 纽伦堡大审判里面 他的这个记录 还被当成一个 很重要的证功 发战给各国来的 国际们的法官 好 他看到这个时候 他开始忽然意识到 原来我是个犹太人 于是他在战争后期 或者打完仗之后 他就开始想调查 到底二战的时候 死在德军手下的犹太人 有多少呢 那么他就参与这个调查 并且把这些调查的发现 写进他后来的小说里面 这下子就把斯大林惹毛了 因为斯大林本身 也有点反右倾向 甚至非常非常的反右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就苏联官方 就开始也做了各种各样 尽管不像纳粹德国 那么可怕 但是也还是有点 反右政策出来 那么当时他出版的这些书呢 小说一开始很受好评 但是苏联你知道 政策风向一转变 斯大林一开始反右 大家立马态度就变了 就开始批评这些书不好 斯大林本人就怎么说的呢 或者官方系统 怎么样告诉哥罗斯曼呢 说你这个书啊 你去调查那些 什么犹太人被屠杀 这种写法不好 不好在哪里呢 我们现在是一个国家 又要分化死人 就是说死人不要分化 你不要专门强调 犹太人怎么死这一点 那么在这个情况底下 他的命运就越来越坎坷 直到最后 甚至被开除出了苏联作协 被开除出苏联作协 也就意味着 你的生存来源没有保障了 你得靠别的方法来生活 格罗斯曼就从一个 很耀眼的党国明星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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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面产生越来越多怀疑 然后转成了一个 不受欢迎人物 雾中出现了集中营的铁梨 一道道铁丝网 架在一根根钢筋混淫土装上 棚屋一座连一座伸展开去 排成一条条又宽又直的街道 从这些棚屋的单调一律 就可看出这座大集中营的不人道 在千百万俄罗斯农村房屋中 没有也不可能有 两座完全一模一样的 凡是有生命的东西 都各有各的特性 两个人不可能一模一样 两重强围也不可能一模一样 如果强行消除生命的独立性 和各自的特点 生命就会消失 天快亮时 下了一场雪 直到中午也没有话 俄罗斯人感到又欢喜又悲伤 这是俄罗斯在思念他们 将母亲的头巾 扔在他们的苍白而痛楚的脚下 染白了棚屋顶 远远看去 一座座棚屋 很像家乡的房屋 呈现出一派乡称气象 后来 影响他对大家接受的原因 全书翻译成中文之后 有一千多页 里面的角色超过160人以上 我们讲的还不是横店那种被人乱枪扫射死掉那种角色 而是一个一个有名有性有个性有灵魂有血有肉的角色 那么这样的一本书 他写完了交稿 交稿当然要审查 那么审查的结果是什么呢 居然惊动了KGB克格勃 克格勃下了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用当时的档案来讲是很夸张的 他们说逮捕 逮捕什么呢 不是逮捕格勃斯曼 而是逮捕这本书 一本书怎么逮捕呢 方法很简单 冲上他家 把这本书的书稿没收了 把这本书的草稿没收了 把这本书相关的笔记本拿掉 甚至连打印这本书 打这本书的打字机 都要逮捕回去 全部封存 那么当时格勃斯曼你想想看 他在写完他这部剧著的时候 耗尽心血 他这时候怎么忍受得了这个 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赫努雪夫 他跟他说 你为什么不干脆抓了我呢 你让我的人生自由 但是我毕生生命倾注于其中的这本书 你却让他失去了自由 我请你还他自由 那么官方对他的回答 就是由苏斯洛夫召见他 苏斯洛夫是当时苏共中央委员会里面的 主管意识形态的教父 人家戏称他叫灰衣主教 苏斯洛夫很牛的很厉害 他任三朝而不倒 斯泰林 赫努雪夫 布里兹涅金 相当于你一个人 你想想看 能够经历过毛邓江三代 都还在掌握高官 掌握意识形态 那么苏斯洛夫就跟他讲 他说 你这本书啊 坦白讲我没读过 一千多页的书嘛 对不对 但是我已经读完很多官员他评论了 从这些评论看来 我认为这本书大有问题 你好好的一个作家 你何必把你的作品 把你的精力投入到 参与敌人原子弹 攻击我们的这个势力之中呢 你又何必让这本书出版 去引起公众来讨论 苏联还需不需要存在呢 说的是这么严重 你想想看 这时候呢 他知道这本书已经出版无望 于是非常的绝望 正好在这时 他又发现 常年疾病交困底下 原来他有胃癌 他拖着这样的身体 到亚美尼亚去旅行 去考察 预备再写点小笔记 他仍然想写东西 1961年这年 他到了亚美尼亚 有一趟 他在当地参加一次婚宴 喝了酒 然后主人家开车 把他送到第二个地方的时候 在车上 他这个胃实在不行了 他感觉到他得拉肚子了 但这个人啊 生性很害羞 格罗斯曼不好意思讲 他觉得恐怕这路上 说不定就要 人家车里头拉了 终于 这司机说 这主人家司机说 哎呀 没油了 得加油 把车停一边去 加油 然后他这时候赶紧找洗手间 后来他在这次旅行的笔记里面 他说 哎呀 我真是一个太幸运的人了 经历这样的灾难 我还能够有幸运 免除这样的灾难 这可以说是苦中作乐吧 到了三年后 1964年 他就慢慢的 很折磨的死在胃癌之中 他觉得这辈子 这本书是永远消失掉的书 再也不可能重见天日 其实不 当时他早就有另一份手稿 只是不知道这份手稿 还有没有出版的希望 在他一个朋友那 那个朋友 自己偷偷地拍照 把这个手稿 拍下来 拍成维缩胶卷 在1970年的时候 透过非常有名的苏联的清淡之父 后来的异议科学家 萨哈罗夫 偷渡出去 到了瑞士 1980年的时候 这本书在瑞士 首先出俄文版 再过几年 出法文版 1985年 出英文版 1985年 他在法国的时候 成为全年度法国最畅销的书 但这时候英语事件 或者很多国家还没注意到它 80年代末 中国开始翻译 到了这么多年之后 最近五六年 或者七八年 英语事件 全世界 好像才忽然警醒 有这样的一本书的存在 大家拼命地来看 拼命地讨论 整个文学界 觉得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梦醒了之后 赫然见到 眼前有这样的一部剧著 而在苏联呢 两百年三百年 都不会出版得了 苏斯洛夫是谁 今天记住的人已经不多了 因为苏联也已经垮台了 而俄罗斯呢 在1980年代 就已经让这本书恢复出版 在前两三年的时候 苏联甚至把它拍成长篇电视剧 在前年的时候 苏联的国安局 把这本书的书稿 公开拿出来移交给他的家属 全俄罗斯人 现在都知道这本书的存在 据说连普京都很喜欢他 这就是这本书的命运 那你觉得格罗斯曼跟这本书 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呢 你可以说他幸运 到底他的生命 在这本书里面 在今天复活了 但是问题是1964年 他在病床上备受折磨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觉得 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我的书也就是这样 我这一辈子 那我是否不幸运 我这一辈子 好 好 我这一辈子 我这一辈子 你这样 我这一辈子 我这辈子 我这一辈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理想另一种观看 陈丹青举顾 每周二看见视觉世界的无数细节 梁文道一千零一夜 每周一三五日落后说不完的文明经典 马世芳听说 每周四在流行音乐里听到台湾 登陆优酷土豆 订阅看理想志频道 看见另一种可能 2015土豆映像季 由东风雪铁龙 C3XR首席赞助 C3XR首席赞助